今天又是我鬼新娘来樱花小镇的日子了 好久没有来了 要不要抓个人回去呢 小五长得可真漂亮呀 所有人都喜欢她 身边还有帅气的唐三陪着她 好羡慕她呀 如果能把她的身体抢过来 是不是大家也会喜欢我呢 小五 我怎么听到一阵很奇怪的笑声 你听到了吗 三哥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啊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 可能真的是我多心了吧 不过好像快到鬼新娘来小镇的日子了 小五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鬼新娘可能会抢夺别人的身体 鬼新娘最喜欢唱歌跳舞 如果你遇到了她 一定要夸她唱歌好听 给她打一百分 否则就会被她夺走身体 鬼新娘 你要干什么呀 小五 我很喜欢你的身体 我也想像你一样人见人爱 快把你的身体交出来吧 鬼新娘 求求你不要伤害我 想要我放过你也很简单 我给你们唱两首歌 只要你们给我打了一百分 并且把你们的红颜色能量都交给我 我就可以放了你们 你们给我竖起耳朵仔细听好了 guideline 样子 你们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是我唱得不好吗 不是的 你唱得太好听了 我都听入迷了 我给你打一百分 哈哈 那我就再给你唱一首 记得打分哦 我给你唱一首